音樂 說你的民調已經有起色 差不多比之前大概多了3到4% 請問你 你認為主要的原因是 首先第一個 轉性趴趴走 無心事正 還是因為 兩黨紛擾 造成民眾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你認為是哪一個原因 我認為是 什麼 沒有啊 那個民調看看就好 你還真的相信 所以你不相信 你現在的心態是 暗笑在心裡 其實表面上故作鎮定 還是說你已經在準備520 在大巨蛋準備就職典禮了 對啊 民調看看就好 你不要當真了 那個都可以做了 不要理他 這很正常的 我不是一直在講嗎 只要國民黨不團結 然後一定柯P民調會往上 只要國民黨拉肚子 柯P的身體會越來越強壯 民調有下降嗎 然後看著民調上升 你怎麼看這個趨勢 這很正常的 對啊 我不是一直在講嗎 只要國民黨不團結 然後一定柯P民調會往上 只要國民黨拉肚子 柯P的身體會越來越強壯 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那對我個人來講 民調高要警惕 民調低要努力 那我覺得這個民調 起起伏伏 反映了人民的心聲 所以身為國民黨 國民黨必須要團結 反過來看民進黨 民進黨只要內訓越來越厲害 內訓越來越厲害 柯P一定會越來越強 這是必然的 你說造成你民調下降的原因在哪 有很多 有很多 這不是單一的因素 在打罵中長大的孩子 容易畏首畏尾 在爸爸媽媽過度交寵長大的孩子 容易自大 像我這樣一路在抹黑之下長大的政治人物 我需要的是信心 好不好 那這份民調啊 回歸到藍軍對決的話 郭台銘跟您的話 似乎郭台銘是一個勝一籌 你怎麼看 沒有問題啊 祝福他 如果郭董事長民調持續高漲 我也是開心啊 我的心胸這方面 是真的看得非常的開 藍軍 不光是郭台銘董事長 王金平院長 朱立倫前市長 周習偉前縣長 只要他們民調能往上衝 我都為他們開心 這是真的 心口如一 市長蔡英文的不滿意度五成五 但是他滿意度只有兩成七 是不滿意度的一半而已 是因為施政的問題 所以說因為民進黨蔡英文總統 這施政三年實在是施政的很差 各行各業市農工商怨聲載道 現在快到選舉了 搞得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 甚至開始拋出一些其他高度政治敏感的議題 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從事政治活動最根的中 最中的根是什麼 就是幫人民過好日子 幫人民磨求更好的生活的發展 給人民帶來希望 一個總統 如果沒有辦法讓人民過好日子 沒有辦法讓台灣人民帶來未來光明的希望 民調一定會抵 應該是要回到根 回到這個本上去思考 我覺得這是我對蔡英文總統的建議 有問業務的部分的話 剛剛議員是有質疑說 好像各局的首長好像沒有進入狀況 沒有 各局的首長也有追蹤 像我們交通局怎麼沒有 我住計程車司機的家 交通局馬上做 針對高雄市八千個計程車司機 立刻發一波民調 請問一下交通路線要怎麼強化 怎麼會沒有做呢 海洋局我去了彌陀魚會 馬上針對水產品的出貨 做大數據的分析 以及一個採購平台 大家有興趣來買高雄水產品的話 可以在這個平台上找到你想要的水產品 怎麼會沒有做呢 像永安這個育幼院 我們一去之後 很多捐款過來 很多關切這些幼兒 怎麼會沒有做呢 我覺得都有做 只是說有沒有辦法做到立刻 立刻就立竿見影 明確的那樣的一個效果 還要立刻怎麼樣 我覺得有些案子是需要些時間 像大林浦 我們夜宿完畢空氣污染 我們開始改善它 這個都是有的 有的案子是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那有的夜宿之後 選民的反應是立刻可以做 我們都有做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會有一個議員 林議員會質詢 我會做一個正確的表態 那我覺得這些居民 的確是顯然受到很大的委屈 好吧 謝謝 還有沒有可能科砍會 沒有他現在柯文哲沒有排 沒有排科砍會 但是柯P市長多來高雄 郭台銘董事長多來高雄 其他人多來高雄 是有必要的 我覺得多來了解一下 南台灣 叫他選總統的人 一定要特別重視 南台灣的經濟發展 所以他們來 在我個人立場都是樂觀其成 好不好 好 謝謝 市長 看得出來 你現在越來越親民了 這個配合度相當的高 剛剛 陳從文議員講 說 希望你520 在大巨蛋辦就職典禮 我可以告訴你 你距離那個 就職典禮 還有一段距離 另外 今天的聯合報 雖然上面 說你的民調 已經有起色 差不多 比之前 大概多了3到4% 請問你 你認為 主要的原因是 首先第一個 轉性爬爬罩 無心事政 還是因為 你騎關山看北相談 兩黨紛擾 造成民眾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唾棄 你認為是哪一個原因 我認為是統計誤差 什麼 沒有 那個民調 看看就好 你還真的相信 所以你不相信 你現在的心態是 暗笑在心裡 其實表面上故作鎮定 還是說你已經在準備520 在大巨蛋準備就職典禮了 民調 看看就好 你不要當真 那個都可以做的 不要理他 所以這是你一貫的回答方式 好 接下來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台北市政府 什麼時候 變成 二房東 張淑金2.0版 哪一個 公宅 我們公宅的這樣子的出租率 其實已經不高了 對於年輕人解決住房的問題 也沒有太好的成績 然後價錢也不過是 週邊的85折 所以已經是很難被年輕人接受了 接下來 人家好不容易 有一個年終獎金 你們就要把他幹掉 租戶出門 給他掃地出門 你總共弱勢團體 你補助的也不過是六七百戶 大概將近快要被你們趕出門了 大概將近九十戶 佔百分之十四 你這不是二房東 什麼才叫二房東啊 這個我們目前有是這樣 如果在簽約過程當中 超過那個 我們還是讓他住完 現在我們並沒有把他趕出去的計畫 蛤 沒有趕出去的計畫 那你不就違約了嗎 但是他的租金就改成那個 100% 改成什麼 收入在50%以下是 是八五成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收入是在40到50之前 事實上他是 是可以租但是租金不好 按照你們現在的合約 這些人就已經快要被你們 掃地出門了 沒有趕出去 只是房 沒有趕出去 那就是違約 那你就沒有依法行政 沒有依你的合約來 所以照理講你這個合約的部分的制定 其實大有問題 另外我再問一下 你們的規格是不是降低了 所以你們這個 誠信也有問題 你如果說現在一般的民間在賣房子 如果這種狀況 你早就給人家拉白布條了 所以我說你們是二房東 一點都沒有錯 這個當時在租房子的確沒有想到 那個住到一半收入上升怎麼辦 但是後來我們覺得說 你說把他趕出去也是很奇怪 這等於鼓勵大家不要偷貧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原則上是 房租就收100%了 但是租到那個 就三年